众主目即将登场 四十个女人齐聚一堂 十二月十日起 每晚八点钟 中天综合台 沈春华我们秀 秀出我们的创意生活 新闻闹很大的这位男投金氏媳妇 她呢 这个沉迷六合彩负债 结果要榨领保险金 把妈妈婆婆丈夫都给杀了 一审被判了一个死刑 还有两个无期徒刑 结果现在呢 台中高分院 将她改判三个无期徒刑 也就是免于一死了 被害家属气得要上诉 她就是金氏媳妇林于如 带手铐脚镳 看似揉入了她 不只连续毒死了亲生母亲和婆婆 就连最亲密的枕边人 都被她两度下毒最后身亡 让最章壮四亲密的婚纱照 沉了讽刺 原本一审判处一个死刑 两个无期徒刑 但二审的法官认为 她有悔意 也愿意给予改过自信的机会 因此改判三个无期 林于如逃过一死 却让家属无法接受 我们家就两条人命了 这样对我们来讲也很伤害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大家都来做坏事就好了 林于如因为欠六合才赌债 向母亲讨债不成 推她下楼诈领保险金 先前不够 再做出强力的防腐剂杀害婆婆 接着就连丈夫也不放过 一开始检察官起诉 认定她泯灭天良 才被杀害三位至亲 因此求处三个死刑 但以前的法官认为 她杀害丈夫母亲婆婆 因为符合自首要件 虽然改判一个死刑 两个无期 但仍需长命 到了二省一切大翻转 法官认定她有悔意 改判三个无期 未来如果符合假事要件的话 林于如最快服刑 二十五年就可以出狱 有替受害的家属想一下吗 她都坦诚换行 所以我们认为说 她也还有悔改的意识 林于如杀母亲 杀婆婆 杀丈夫 震惊社会的金氏媳妇 如今二省逃过了一死 让死子的家属大骂 司法不公 坚持再上诉 中文新闻周大翔 南投报道